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7月1日 星期一 今天公眾假期 你看的現在是升旗易得道的主頻道 不過我們的所有節目都在升旗易得道的 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請大家稍為欲報 欣賞我們的精彩節目 今天有一條獨家的報導 就是香港夜場有多麼慘呢 有些桑拿 那些桑拿呢 收拾了很多 接下來尖沙咀說兩間會倒閉 然後呢 就是 那些桑拿的生意差到晚上只有二、三十人 有時差起來 他說 1點鐘要收工 那麼直接有一部分的桑拿 改為1點鐘收工 那麼你想想 桑拿一向都是通銷的嘛 以前是在桑拿睡覺的嘛 竟然呢 現在1點鐘收工 意味著真的沒有客人 那些客人去了哪裡啊 回到大陸 不是只是那些客人 連骨妹也回到大陸玩 你想想香港有多麼嚴重 接下來有機會就跟大家繼續報導一下香港這個 不同環境 不同各行各業的經濟 新市坑是不是只有三天香呢 有時一日香 港珠澳大橋 通車那天就是最多人的日 廣心廣高鐵 通車那天也是最多人的日 而這個心中通道 通車 迫爆排長龍 有人要排五六個小時 塞了幾個小時 搞到尿都沒得哭 不過你們不用擔心 你們很好幸運 因為 這一輩子你們都沒有機會再在這裏塞車了 你們這次是唯一的 很好運 當然啦 這些大白象工程 現在越來越多 因為大陸是基建狂魔 不理成本 亂起 還那時候就滋味道 中央 當年拒絕救香港 竟然 就有些左嘴五毛共匪 不斷在吹噓 說當年中央拿3000億美金出來救香港 實際上 當時中共根本就沒有錢 香港政府動用外匯儲備1700億 舊市 500億買其子 1200億買股票 結果 就是盈富基金 也擊退了大鱷 結果有很多無恥之徒 不斷在宣揚這個中央救港人 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事 我們一定會以正視聽 我們這代人如果不說 過了十年八年 真是沒有人知道了 被中共騙了 好了 我們看到大陸 受日 受美的氣氛越來越離譜 包括 這個救人英雄 胡有平 據說他可能是被人滅口的 因為送到醫院的時候 本身他的傷勢並不是很嚴重 為甚麼突然間會失救致死呢 很多大活人 大學生 跌倒 送到醫院就說老死亡 不夠一個小時 所有器官就全部配對成功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中共要在醫院殺一個人 實在是太容易了 就算是沒有病了 抓你進醫院 就可以說你自己跌倒了 然後腦死亡 搶救無效 然後又是拿了器官 所以我們很有理由相信 中共為了要想這件事平息 故意安排他的死亡 之後 即使你外界有甚麼想關注他 他家人一句說話 我們不想 我們想過犯平靜的生活 我們不想再理了 請大家不要騷擾我們 所有的外國人 包括日本 想做甚麼都沒有機會做得到 這個也是中共 最發合他們 邏輯的做法 以往 中共在煽動仇恨的時候 就有人提出要 立一條罪 叫傷害民族感情罪 結果這條罪 可以說是反誓中共 現在大陸的民族主義已經有接近失控的狀態 他們一方面想外資 一方面你們是仇恨的外資 仇恨的日本人 美國人 對中國最大的投資就是日本人 美國人 你仇恨他們 那麼到時 工廠走光 商人走光 鬼佬也走光 看你們怎麼死 當然 我們看到中共很多時候做的事都是匪夷所思的 最近有一家商業公司就說 要像 SpaceX那樣要抄馬斯克 Elon Musk的星鏈 他 自己研發火箭 結果一射出去就射回自己 進行自我內射 這個火箭 就叫做 天龍三號 我們檢查過了 只有三號而已 沒有一號二號的 河南發射失敗 結果射回到附近 嚇到附近民居的人 鼻孔也沒有用 你看到他在天上爆 不知道會不會射過來的 所以每個人都很害怕 最後在山上墜毀了 人們才放下心頭大射 不會射過來 射過來還有命的 那麼多精彩節目 全部都在星期二日報 考慮頻道 請大家首語的報告欣賞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啦 所以 價錢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了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試一下 打開 是 小火 給我 一 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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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兩 五 之二 三 三 三 一 四 三 三